虽然多罗部落很是闭塞 可是这里卖的东西绝对渐渐都是极品 先看那些装备 没有一件是紫色之下的 而且各个职业的都有 只是价格都不菲 叶子看了看这些装备 虽然都是精品 但是在外面是可以买得到的 所以这些东西绝对不在叶子的考虑范围之内 它在多罗部落里所待的时间有限 手里的远古矿石更是有限 它只能将钱都花在刀刃上 才不能算浪费 在浏览过了武器NPC 装甲NPC 还有药品NPC之后 叶子什么都没有选择 虽然有些东西比较少见 但是都不值得购买 最后它将目光放到了杂货NPC的身上 在这种小部落或者小村落或者小营地里 杂货商一般就代表着大杂汇 因为这些地方没有办法将商业NPC细致划分 所以杂货NPC就能涵盖大量的信息 从配方到技能书 再到一些针头线脚的小玩意 杂货NPC是都有准备的 所以 叶子对于这个杂货NPC抱以了十分高的希望 要是能在这里购买到一些别的地方 购买不到的配方和技能书的话 那就再好不过了 和其他商业NPC只有十几页的销售清单不同 这个杂货NPC的销售清单居然高达了上百页 每一页里面都有让叶子眼红心跳的好东西 让她恨不得将这些东西全部都一股脑地买下来 可是 这是不可能的 先不要说丽娅的任务 要二十枚的远古翡翠矿石这一项 她就没有完成 就算完成了 她的手里面只怕也没有那么多的闲钱 叶子就好像隔着一块玻璃 看见一桌子满汗全息的吃货 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让她真想撞墙 她越看这些东西 就越有一种想要哭泣的冲动 她怎么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穷人呢 在杂货NPC的销售清单的倒数第二页 也自忽然看见了一件东西 万能钥匙 她点开一看那万能钥匙的属性 心里一跳 万能钥匙 成色装备 可以开启十二级以下所有宝箱 唯一物品 可升级 不可丢弃 在命运中 有大量的宝箱存在 不过 这些宝箱基本都是上锁的 而钥匙的打造又很不容易 所以 基本上宝箱 就是为盗贼所准备的 这似乎已经成为了约定俗成的规矩了 所以叶茨虽然经常看见宝箱 但是 因为自己没有办法打开 就算知道里面有好东西 也只能当作没看见 谁让自己不会开锁呢 但是 有了这个东西的话 那不就代表着 以后叶茨所看到的所有宝箱 都可以开启吗 在命运中的宝箱 总共分为十五级 一到十二级的宝箱 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分布 当然 九级以上的宝箱 所处的位置都十分危险 往往都有强力的怪物 在旁边看守 而十二级以上的宝箱 只存在超级大副本的BOSS身边 或者高级隐藏地图的BOSS身边 属于那种BOSS不死 你就只能看拿不到的玩意 十二级以上的宝箱 在上一世也没有出现过几个 就算出现了 没有几千人也别想拿到 所以叶茨一点也不掩馋 而相比这一到十二级的宝箱 就实在多了 按照叶茨现在隐匿的水平 至少能拿到九级以下的所有宝箱 至于十级到十二级的宝箱 只能说看情况了 现在有了这玩意儿 叶茨只怕是能跟不少的盗贼抢饭晚了 别的东西可以不买 这个东西是一定要买的 叶茨看了看这枚钥匙的价格 需要三枚远古翡翠矿石 叶茨手上的矿石是可以支付的 但是他多少有些舍不得 如果现在买了这玩意儿 只怕自己在这张地图上 又要多耽搁几天了 可是如果不买的话 他觉得自己一定会恨死自己的 所以叶茨没有纠结太长的时间 他就毫不犹豫地购买了这把万能钥匙 而万能钥匙装进了他的包裹里之后 叶茨却发现 整个杂货NPC的售货清单 全部往前面升了一格 也就是说 这枚万能钥匙只此一件 咋也没有多余的了 这个认知让叶茨一惊 难道这售货清单上的东西 全部都是如此吗 刚才他看见 万能钥匙上唯一的提示 还以为是指这东西 对于玩家来说是唯一的 却没有想到 对于这个杂货NPC来说 也同样是唯一的 叶茨立刻又翻看了杂货清单上的 其他东西 果然 大部分的东西都写了唯一物品 看来 这些玩意儿不光对于玩家来说是稀罕货 对于NPC而言更是稀罕 叶茨从来没有像是现在这么纠结过 现在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 第一条 在这里长时间地待下去 直到攒够远古矿石 将这些唯一物品全部都买下来 第二条路 不管不顾 完成美人与丽娅的任务 离开这里去北部大陆 将最后一处秘银矿脉收入囊中 而这样的后果则是 他不知道能不能回到这里了 唯一物品 对秘银矿脉 这让叶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纠结当中 他想了很久 都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 最后 他叹了一口气 反正现在 达鲁法尔暂时还没有救亚朗娜的事情 给他最后的答复 而他也还没有凑够足够的远古翡翠矿石 现在想这个走那条路的问题 实在是有点早 还是继续探索漆黑洞穴好了 漆黑洞穴似乎已经到达了最深处了 不过让叶茨奇怪的是 这么深 这么迂回 这么七拐八绕的洞穴 就这么到达了最深处了吗 为什么会没有boss 不要说boss了 为什么连一个精英怪都没有 这好像有点违背了一般游戏的规则 漆黑洞穴 还没有刷新 岩江人也没有刷新 整个漆黑洞穴里黑悠悠的 只有卓人的热浪一阵跟着一阵朝着人扑面而来 除此之外 似乎什么都没有 叶茨挖完了最后一块魔法水晶 看了看 它的属性还不错 足足有拳头大小 橙色达到了九 这么大的水晶 加上这么好的橙色 其实在它这些天来挖的水晶中并不算多 它坐下来开始休息 拿出两块肉 丢给了亚劳娜一份 自己留了一份 亚劳娜接过了肉 开始大口大口地往嘴巴里塞去 现在的亚劳娜跟叶茨的关系已经很好了 再加上叶茨刻意对她以及她的家庭的讨好 她对叶茨的好感度距离忠诚 不过还差几点 可是就是这几点 无论叶茨做什么也升不上去了 叶茨想这大概也跟约兰的好感度一样 她缺少一个契机 如果找到那个契机的话 相信很容易就能达到终成了 这就算到达了漆黑洞穴的终点了 叶茨挖着脑袋 问坐在自己不远处的亚劳娜 她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远古矿石 对于这就到达了终点这件事情 表现十分不满 亚劳娜抓了抓头发 一边往嘴巴里塞着肉 一边摇摇头的 我不知道啊 我可是从来就没有来过这里 你知道的 像是我这样的身份 绝对不可能跟着挪伯到达这个地方来的 亚劳娜说的没有错 像是她这种又没有本事 又没有什么背景的低等卫兵 就算能参加战斗 也只是一些捕杀猎物的普通战斗 而探索漆黑洞穴这种事情 是绝对轮不上亚劳娜的 好吧 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出去挖矿吧 既然漆黑洞穴已经到头了 至少现在看见的时候已经到头了 那么叶茨不会继续浪费时间待在这里 再探索下去 如果在平时 她可能还会对这个洞穴 绝地三尺地搜索一番 不过现在 她已经完全没有这个性质了 毕竟现在对于叶茨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是 快点存钱 叶茨将最后一块烤肉 塞进了嘴巴里 接着从包裹里 掏出了一壶泉水 朝着嘴里灌去 让自己的体力缓慢地恢复过来 亚劳娜也拿出了一壶泉水 灌进了嘴里 休息完以后 两个人都站了起来 打算就这么出去了 可是 还没有动地方 叶茨就听到了什么声音 亚劳娜是萨满 如果不差感知图腾的话 她的感知绝对不如猎人的 现在 她正站在叶茨的后面 饶有养趣地看着叶茨 那双长长的尖尖的耳朵 觉得十分稀罕 毕竟 多罗人 是人类和野蛮人的混血 亚劳娜这种 自小就生活在这部落里的孩子 除了见过人鱼之外 就什么外族人 也没有见过了 所以 虽然亚劳娜对于叶茨 已经很熟悉了 可是 依然对于精灵这个种族 充满了好奇 她望着叶茨那双耳朵 轻轻地抖动了几下 竟然惊讶地 何不容嘴 甚至举起了手 还抚摸着自己的耳朵 看看他们 能不能也如 面前这个白精灵一样 灵巧地动一动 对于精灵的耳朵会动弹 并不是什么 奇怪的事情 精灵是一种 生活在自然中的种族 它们天生 对于声音 是十分敏感的 所以 当听到和周围环境 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 它们的耳朵 自然而然 就会动起来 而这个时候 也是精灵的感知 高涨的时候 就在亚劳娜对于叶子的耳朵 充满了兴趣和好奇的时候 叶子却进入了隐匿状态 他紧紧地盯着漆黑洞穴的拐角处 刚才 他似乎从那里 听到了什么声音 白精灵 怎么了 看着叶子 忽然就进入了隐匿状态 突然亚劳娜有些不安 他连忙 也躲在了一块石头后面 小声地问着 你到后面去 找个隐蔽的角落躲起来 千万不要发出任何的声音 我去看看 叶子回头 对着亚劳娜 低声吩咐着 可是 亚劳娜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些紧张 叶子摇摇头 微笑着 安慰着他 没有关系 你尽管放心好了 到那边的角落里面去 找个没有人发现的角落躲起来 直到我叫你 你再出来 亚劳娜 很是信任叶子 他点点头 立刻就朝着 最深处的角落里冲去 然后找到了一个 狭窄 而且不易发现的石头缝 藏了起来 叶子看了一眼 亚劳娜藏身的地方 这也真是难为他了 那么细小的缝隙 若是换了一个 强壮的多罗人孩子 估计根本 估计根本就塞不进去了 确定了 确定了亚劳娜藏好了之后 叶子开始缓缓的 叶子开始缓缓的 叶子的缓缓的 叶子的缓缓的 叶子的缓缓声音的地方走去了 声音来源于一些人 而且这些人的数量应该不少 光是这么听着他们 分杂的脚步声 大概就有十多二十个 他们的脚步沉重 十分有力 看起来是经常从事 力量型工作的人 叶子当然知道 这些人绝对不可能是玩家 就算是玩家 也不可能一次性 有这么多的玩家出现 所以 这些人绝对是 都罗部落里的人 只是 叶子还不知道 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隔得还比较远 再加上漆黑洞穴里 十分的狭窄 所以 他们说起话来的回声 和脚步的回声 颤子到一起 让人听得不是很真切 叶子侧着耳朵 仔细分辨着 才多多少少地 听懂了一些 这漆黑洞穴 怎么那么干净啊 你没有看见 到处都是岩江人的尸体吗 哟 我倒是没有想到 那个白精灵居然这么厉害 将这里的岩江人 都打成这样了 唉 唯一可惜的是 雅劳纳那个底罗 还没有死 真他妈讨厌 每次看见他 就好像看见 多罗人的耻辱 我听说 那个白精灵 带他来漆黑洞穴来 就觉得他呀 必死无疑 却没有想到 他的命真大 我想 那个白精灵 一定是傻子 为什么 要不 怎么会这么辛苦地 带着一个底罗 来打漆黑洞穴呢 他一定十分辛苦 唉 傻子的想法 我们这些人 怎么能够理解呢 他们一边说着 一边哈哈地笑着 叶子仔细分辨着 他们的声音 觉得很是耳熟 看来 应该是 挪伯贵队里的人 叶子对于他们 说亚劳纳的坏话 有些心烦 这种嚼舌头跟的事情 怎么到什么时候 都有呢 就连在NPC中 这一点也不例外 不过 这些也没有什么 听听也就过来 让叶子有些奇怪的是 这些挪伯卫队的人 为什么会进入漆黑洞穴呢 叶子没有忘记 加劳纳曾经说过 漆黑洞穴里的沿江人 对于挪伯卫队杀伤性 是很大的 挪伯曾经亲自带队 来过这里 不过最后 还是被杀得 煞雨而归 想来也是 沿江人 对于近战伤害极大 自己和亚劳纳 因为都是远程 所以才能打得 这么轻松 可是 换上一队近战来 要是没有强有力的 治疗职业 打这东西 真是有点辛苦 既然如此 他们来这里做什么 我会认为了 我会认为了